智慧型手机普及 包括Line、WhatsApp等通讯软体都越来越盛行 有雇主习惯用WhatsApp交办工作 就连半夜也传递讯息 造成员工每天加班 甚至下班之后继续交办工作 拉长寿星族的隐藏工时 民众反映下班之后不想接到公司电话或者是简讯 因为民众说下班就是自己的时间 工作范围已经时间到了 然后再做其他加班的话 有加班费的话就合理 那是我的钱率 该有的还是要有的 下班之后主管传简讯或者是Line 甚至是打电话交办工作算不算加班 劳动局认为雇主下班之后 透过各种管道指挥员工 必须受到劳基法规定 除了支付加班费 加班工时也得严格规定 雇主只会监督去提供劳务 当然这个劳务的性质很多 如果是在7月上面约定的范围 可能在办公室处理的这些事情 要求你必须带回去家里做 那这个部分会算是所谓的工作时间 那当然如果超过法定的工时 就会算是所谓的延长工时的工 要计算延长工时的工资 不过就算政府立法禁止 员工也不敢提告 加上担心失去工作 所以通常都是敢怒不敢言 工作还是要工作嘛 责任还是责任嘛 可是加班费你还是要给我啊 劳动局呼吁员工如果收到 类似加班指令 可以妥善留存 必要时拿出来证明 捍卫自己的劳动权益 继续上的导致有特别是采访我的